猜想物业股价署近日发布了香港物业报告2020的初步统计数字。 对香港楼市有很多重要资讯,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下。 首先是去年私人住宅的落成量,只有13640个单位,较2018年减少35%。 算是近年的新低,在新建成的楼宇中,以港岛的供应量最少,只占全部的18%,其余24%位于九龙,58%位于新界,估计未来港岛新盘供应缺乏的情况,将会维持下去,继续让港岛的楼较为保值。 报告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,就是单位入住量,即是年度内入住单位数目的正增长额,年初空置量加好落成量拆卸量年底空置量。 2018年的数据为11620个单位,2019年为19280个,增长率高达66%,将去年底空置率推低至3.7%,由于在44890个空置单位中。 7340个单位于占用许可证法出后,尚未获发满意指或转让同意书,若扣除这些型未住得的楼宇,实际数字将会变成3.1%,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。 不过低空置率并非平均分布,在实用面积少于100平方米的中小型单位。 空置率只有3.3%,但100平方米或以上的大型单位,空置率却是8.1%,是中小单位的两倍以上,所以大单位的租金回报率。 长期一直跑书中小型单位,参考报告中的租金指数,同样以1999年为100的基准。 目前中小单位的租金指数是195.3%,大单位是152.6%,跑书几十条街,理论上楼价与租金的走势应该是同步的。 但去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情况。就是租金与楼价的方向相反,去年住宅楼价升幅为5.4%,但租金却下跌1.9%,更有趣是写字楼去年第四季价格下跌10.4%。 租金升了1.1%,分层供下价格跌6.8%,租金升1.6%,比较住宅楼仕相反再相反。 唯一保持相同方向的是零售业楼宇。价格与租金都出现跌幅。价格跌15.0%,租金跌3.7%.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。主要是2019年上半年的升势。与下半年跌势的力度不同。 去年初住宅楼市爆升。在首五个月内飙升10.4%。 虽然下半年发生社会事件而出现跌势。但跌不晒年头的升幅。 结果全年还有得升,而住宅租任市场在三月起财逐步复甦。 几个月就换完。结果全年都要跌。 至于写字流方面。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。 压益了上半年的市况。全年计埋都要跌。 至于租金方面。通常租约期都在三年或以上。 故此租金跌幅在下半年仍未反映。 但2020年就肯定跌到趴低。去年私人写字流的落成量激增49%至26.7万平方米。 是2008年以来的历史高位。但整体使用量却缩减至14.7万平方米。 空置率上升至9.0%。当中出事的原因。是去年有大量甲级写字流落成。 总面积为24.2万平方米。当中54%位于观塘。 百分之23在沙田区。但真是这么多人愿意付高昂的租金。租用这些区域的甲下吗?所以要投资的话。 我非常不建议用万多元一尺的价格。买入这些回报率偏低的所谓甲下。 请不吝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